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点一直是许多人的最爱 不论是蛋糕 泡芙还是蛋塔 都让人在醉烈的下午茶中 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吃 但你知道这些你爱吃的甜点背后 其实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吗? 欢迎来到脑不记 今天要来看五个甜点诞生前所发生的故事 第五 泡芙 许多人爱吃的泡芙 源自于法国北部一个大农场主 他的女儿爱上一名放牧小伙子的故事 他们的身世差异的恋情被父亲阻止 为了让他死心 父亲还出了一道难题 要他们在三天之内把牛奶装到蛋里 小伙子因此与他的女儿做出了love egg 吃一个外头主成分是鸡蛋 且和鸡蛋一样酥脆 而里头的馅料是结冻牛奶的甜点 这样独特的点心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这段恋情也终于修成正果 他们最后将彼此的名字发音结合 就成了泡芙这项甜点 喜欢提拉米苏的人应该都知道 在意大利文中提拉米苏的意思是 带我走 而这样的命名其实是原著于 一个意大利士兵即将赴战场的故事 在那样战乱的背景里 士兵的家中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妻子为了给他准备干粮 把家里所有能吃的饼干 面包全部都做成蛋糕 并取名为提拉米苏 往后的日子 士兵只要在战场里吃着提拉米苏 就会想起他的家与他的爱人 第三 玛德莲 玛德莲这个外形可爱的甜点 诞生于1730年 那时的美食家波兰王雷古陈士基 正流亡在梅尔西城 有一天他的世人主厨 竟然在应该做出甜点端上餐桌时 不知取向 当时有个女仆为了应急 临时考了他的拿手小点心 贝壳蛋糕 没想到这个甜点 近而很对雷古陈士基的味 满心欢喜的他 就将女仆的名字 Madellens取作为这个贝壳蛋糕的名字 第二 普世蛋塔 宏吉一时的普世蛋塔 其实是来自域名英国人Andrew Stone 他在葡萄牙吃到里斯本的传统点心后 决定加进自己的创意 改变成属于自己家乡道地的甜点 在1996年安德鲁和他的妻子马加烈离婚 他的妻子因此另起乳灶 把原先属于自己名下的店铺改名马加烈 接着落户香港和台湾 也因此引发了一阵普世蛋塔的热潮 吸引了许多不怕排队 也要朝圣的普世蛋塔迷 第一 黑森林蛋糕 相传在德国西南方的黑森林山区 每当樱桃丰收时 农夫们除了把采收过剩的樱桃制成果酱 还会大方地用在亲手做的蛋糕里 不但直接把一颗颗的樱桃塞在蛋糕里 制作蛋糕的面糊中也加入樱桃制和樱桃酒 之后这样特别的蛋糕也被命名为黑森林蛋糕 更有趣的是 过去德国曾经出现消费者 控诉店家黑森林蛋糕樱桃太少的案例 也因此让德国政府做出一项相关规定 黑森林蛋糕的鲜奶油中 至少要含有80颗的樱桃制 看完这五个甜点背后的故事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还是你会考虑看看这个用鸡肉干做出来的美味鸡肉蛋糕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